我们今天要维护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权益 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正当的发展权益 一国区押三年后,孟晚舟获是回国 感谢我的祖国和祖国的人民 过去三年,我的生命都被承转了 这是为了我一个母亲的时间 和这些公司的代表 但是我相信,每个狗都被超级 It really was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in my life I will never forget all the blessings I've received from you around the world I've received the grief, the difficulty, the greatness and the growth Thank you so much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组织 还有我的人力 对我的支持有望顿 支持我走到今天最大的值 谢谢大家 很多中国人和我们一样都非常关注加拿大法院的这次审理 事实上这次庭审期间负责审理该案的加拿大的法官 多次就美国对孟晚舟女士的欺诈指控提出了质疑 称这些指控不清楚、不寻常 那么家方的检方也一再暴露出自相矛盾 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托词 那么中方从一开始就强调 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 美国政府炮制这一事件绝不是出于什么法律的原因 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阻挠中国的科技发展 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家方在孟晚舟女士的事件上扮演了美方的帮凶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 却被家方无理拘押 加拿大外长有关声明 罔顾事实 对中国抹黑攻击 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 中方坚决反对 并予以强烈谴责 康明凯、麦克尔 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 被提起公诉 从近日有关部门披露的信息看 二人犯罪铁证如山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案件 二人的各项合法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加拿大一方面标榜法治国家和司法独立 另一方面公然干预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 其虚伪面目暴露无疑 谈到任意拘押、胁迫外交 中国公民孟晚舟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近一千五百万中国网民联署 要求加方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晚舟 加方应立即纠正错误 释放孟晚舟 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很快就要达到一千天之久 孟晚舟女士也有自己年迈的父亲 也有自己年幼的儿女 当家方充当美方的帮凶 无视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 任何加拿大法律这一事实 无理任意地拘押孟晚舟女士 将近一千天 她这种为虎做法是教科书般的 胁迫和侵犯人权 我不知道加方的那些人 在他们讲着要捍卫人权民主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考虑过孟晚舟女士的人权 有没有考虑到孟晚舟年幼孩儿的人权 有没有考虑到孟晚舟家人的人权 对于这样的行径 广大的中国人民当然是非常的愤慨 我也注意到环球时报呢 昨晚发布了至加拿大驻华使馆的 大使的一封公开信 并且发起了网络联署 我刚才特地看了一下 不到24小时时间 已经有超过350万人 联署了环球时报的这封公开信 这就是中国的名义 希望加方能够听到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加拿大国内有不少的有识支持 在呼吁加政府 依据加引渡法授权 终止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进程 我们也要求敦促加政府 认真地倾听这些正义的呼声 拿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勇气 立即纠正错误 释放孟晚舟女士 并让她尽快 第一在这件事上 遵守于美国引渡条约的国家呢 美国同许多国家都有引渡条约 是同美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其他国家 都不遵守条约义务吗 显然不是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像加拿大这样做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愿卷入美国这个肮脏的阴谋 不愿以本国人民利益为代价 去满足美国的一己私利 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 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 是对中国企业的蓄意打压 美加一再用法律借口 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辩护 开脱 但国际社会都清楚 美加所讲的法律 不过是用于美国的巧取豪夺 打压一己 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 毫无公正性正当性可言 家方无视美方的政治图谋 以及孟晚舟女士 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这一事实 无理非法拘押孟晚舟长达一千天 沦为美方对中国公民实施政治迫害的帮凶 试问 家方还有没有是非官 家方口口声声的捍卫人权何在 家方为美国火中取利的做法 损人不利己 只会得不偿失 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 不畏强暴的人 中方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胁迫 和滥用司法行为 绝不允许中国公民 成为别国政治迫害的牺牲品 我们严正敦促美方家方 正是中国政府和广大民众的正义呼声 立即纠正错误 解除对孟晚舟的任意拘押 撤销对其的逮捕令和引渡要求 释放孟晚舟 并让他平安回到中国 必须强调 在已经披露的事实和众多疑点面前 无论加拿大政府如何掩盖真相 误导公众 都绝不会改变孟晚舟事件的政治性质 也绝不会改变加拿大政府 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美方帮凶和马前卒的 不光彩的角色 我们也注意到 越来越多加拿大国内有识之士 公开要求加拿大政府 独立自主的做出释放孟晚舟的决定 这其中有政要、律师、法官和前外交官等 我们奉劝加拿大领导人 多听听他们的正义和理智的呼声 奉晚舟事件是美方滥用加美引渡条约 为了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和华为公司 而一手炮制的严重政治事件 加方应美方要求 无理拘押孟晚舟 导致当前的中加关系陷入困境 加拿大为美方火中取利 实际上是被美方利用的 是以加拿大公众的利益为代价 为美国少数政客的政治目的和美国企业的商业利益 服务 尽快地妥善解决孟晚舟事件 消除中加关系发展的障碍 以实际行动推动两国关系 重新回到正确回到 正确回到 出发店